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国华老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C++第50个单元 C++的多维阵列 那什么是多维阵列呢? 就是两个维度以上的阵列 我们就叫做多维的阵列 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上次介绍的是单维的阵列 这只有一个维度 那么最常使用的多维阵列 其实是二维的阵列 因为二维代表的是平面 那有很多的应用都是在平面上的 那它会有两个下标的运算值 就像这样,资料形态 在宣告资料形态 然后阵列的名称 然后会有两个中括号 这是第一维度 这是第二维度 那二维阵列在做宣告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大括号 像这样子 把那大括号拿掉 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会按照A0 A00,A01,A02 都到A0X结束之后 会再从101112 2022一直到最后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宣告A23 那这个是从0到1 这个是从012 那它就会先从这里叫做 00 01 02 然后101112 所以如果你把大括号拿掉 它还是会按照这个顺序来 只是加了大括号自己看的比较清楚 那定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省略维度 比如说我们宣告这样 A中括号 这里几个没有写 可是这里有写3 表示第二个维度是3 也就是说这边可以允许012 所以这边一定是00 01 02 2已经到最后了 这边就变101112 它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你两个都没写 这样就不行 因为它不知道 一列要几个元素 它就没办法分配 那如果你这样子也是没办法执行 因为它并不知道你 每一列要几个 所以它不知道到哪里是下一列 所以最右边 是一定要写的 左边这个可以不写 如果你有三维正列 最右边两个一定要写 最左边的是可以不写 那它如果不够用的话 它后面都会补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 50点CPP 请定义一个score的二维正列53 它可以记录五个学生 那每个学生有三个成绩 这三个成绩分别是国音数 也就是这边0就是国文 1就是英文 2就是数学 那这边0代表是第一个学生 1代表第二个学生 1到4代表第五个学生 然后我们写一个程式 让使用者输入 第一个学生的国音数 然后接下来会自动跑到 第二个学生的国音数 第三个学生国音数 第四个学生国音数 第五个学生国音数 然后它开始会分析 第一个学生总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那第二个学生总分又是多少 平均又是多少 一直到第五个学生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好那这个程式会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需要宣告一个score53 因为有五个学生 每个学生有三个成绩 那我们需要一个for回圈 让使用者从第一个学生输入到第五个学生 好那第几个学生呢 我们从零到四 那因为第几个学生刚好是会加一 所以变i加一 这边要i加一 好那你输入的成绩要摆在哪里 好第i个学生的零就是国文 第i个学生的一就是英文 第i个学生的二就是数学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国音数成绩都填进去 那接下来要跑个回圈来算它的总分跟平均 你就可以从零到五去加总 它的总分 总分就是第i个学生的零加一加二 这就是总分 然后再把这个总分除以3.0就是平均 好除以3.0是因为它是希望有小数点 因为total是一个整数 但是我们希望平均可能有小数点嘛 所以用3.0变成一个double 好那执行的结果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实际的来操作一下看看哦 首先我们打开devc++ 然后叫出我们事先写好的这个50.cpp 好这个程式就是这样 那我们实际来执行一次 好它可以让你输入第一位同学的国音数 比如说随便输啊 比如说80 70 60 那再来就变第二位同学的国音数 30 40 50 那再来就第三位同学的国音数 60 77 88 那再来第四位同学 99 88 77 66 第五位同学是66 5 44 好那这样就全部都输入完了 它就会帮你去分析 分析每一位同学的总分跟平均 所以正列的应用如果是在二维 就是可以想像是两个dimension 一个是哪一位同学 一个是哪一位同学 一个是哪一位同学里面的每项的层级 这是一种应用 好那接下来 请各位同学要实际的操作 练习看看 那除了刚才那一体50.cpp之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应用问题 50a.cpp 那请定义student 学生有十个学生 每个学生有两个资料 这两个资料分别是身高跟体重 那我们要记录十个同学的身高体重 身高是公分 体重是公斤 然后来分析每位同学的身材是过轻 还是健康 还是过重 还是肥胖 那我们会先输入第一位同学的身高 这是公分 再来体重是公斤 就输入都是整数 好那输入完以后 他会开始分析每位同学的结论 是过轻还是健康 还是过重还是肥胖 那怎么样来判断健康肥胖呢 这叫做BMI BMI是指身体的一个健康指数 身体的一个质量的指数 那他的BMI的计算是这样 公斤 注意要先换算成公斤 除以身高的平方 可是身高是公尺 所以刚刚那个公分要除以100 变公尺以后再取平方 然后再去用 体重去除以这个值 就得到BMI 那BMI如果小于18.5就是过轻 如果是18.5到24之间就是正常 就健康 24到27这个叫过重 27以上叫肥胖 那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了解下你跟你的好朋友是健康 还是肥胖 还是过轻 还是过重 那请各位同学实际的把这个题目做出来 那今天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用Email跟我联络讨论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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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